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周金珍 今天是4月12號星期三 先祝福大家小週末愉快 昨天晚上的美股 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包含台紙的夜盤 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主要是市場還在等待CPI的公布 今天我們重點 不會在大盤上面花太多時間 就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就是說不論說CPI也好 還是說非農數據也好 其實在公布之前 大家都會比較擔憂 都會觀望氣氛比較重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個重點 就是說不論任何的經濟數據 CPI、PPI、ADP、小非農、大非農 這些全部都好 所有的經濟數據 它絕對的數值都不重要 就是說它出來的數值 到底是高於預期 還是說低於預期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市場的反應 所以很多人會說 這次的CPI怎麼樣怎麼樣 會大幅度的高於預期 或是說低於預期 其實這個東西意義是不大 就是說如果這個時間點 市場是想要去做多 或是說市場的心態是偏多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 這個CPI的數字出來 不論說怎麼開 市場都會去把它去做正向的解讀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當整個市場都想要去做多 想要去買進 這個數據怎麼出來 都有辦法把它解讀成是利多 就假如說CPI開出來是大幅度的高於預期 大幅度高於預期 就代表說通膨率下不來 通膨率下不來 大家可以解讀成 因為通膨太高 所以會衝擊到經濟 衝擊到經濟 包含會衝擊到銀行端 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下來 會讓美國的經濟衰退的更嚴重 所以聯準會在下半年降息機率更高 如果說CPI開出來 大幅度的低於預期 這就更好了 通膨率下滑 所以聯準會不可能再去做激進的升息 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東西不論怎麼開 只要說市場有心要去朝這個方向去做 怎麼樣解讀都可以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一次 我們可以看一下指數 以加權指數來講 其實不需要去做過度的分析 因為它整體就是 處於一個多頭的格局之上 在多頭格局之上 我們就是以個股為重 針對個股下去一檔一檔的賺 因為如果說以整個第二季來講 大方向就像我講的 第二季會有降息的預期行李 又加上景氣落底的提前反應 光是這兩大心理的關卡我可以跟你保證 第二季不可能會插到哪裡去 至少說不可能大幅度拉回 對於個股來講 我們就是針對第二季的產業 一檔一檔的去賺 所以整體大盤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很多人在操作上其實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一直在強調的 產業加數字 絕對可以解決你在操作上 至少90%的問題 不誇張喔 真的就是90%的問題 你去想 大家在操作上遇到的共同問題 大概就這幾個 要嘛就是 不知道要買哪一檔股票 要嘛就是 我知道這是一間好公司 不知道買點在哪裡 那或是說買進去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賣 那又或是說 好買進之後 已經漲了一段喔 漲了10% 15% 那稍微的震盪 稍微的拉回 我要不要出場 我要不要去續爆 是不是 那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最近很常出現的 因為從第一季進入到第二季 你會發現整個族群 跟第一季是落差很大喔 很多第一季不會漲的族群 在第二季開始漲 很多第一季的強勢股 到第二季它會開始休息 那這個時候這樣子的盤勢 對於投資人 你一定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絕對有這樣子的問題 你會覺得說 我手上買這張股票 明明是好公司 它為什麼不會漲 我要不要再等下去 因為大家資金都只有一套嘛 如果我買進了這張股票 資金被卡住之後 我要不要等到它上漲 這就會變成是 大家在考量的一個重點 所以以目前這種盤勢 就是說成交量比較縮 又剛跨入到第二季 整個族群是 盤面族群比較凌亂的情況下 你一定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買這張股票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等待 它為什麼不會漲 那我可以這樣跟你講 其實關於這樣子的問題 在操作上一定都會遇到 就是說我這樣舉例 像台積電 聯電 鴻海 新興南電景碩 這些通通都是好公司 問題是 它從第一季到第二季 根本就沒有漲 連動都不動 那你說 到底要不要去做轉換 其實說這個東西 最大最大的關鍵 就在於產業的掌握度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講 只要說掌握了產業 你就會知道什麼時間點 該去做什麼樣的族群 那自然就不會有 我買進這一檔公司 為什麼等這麼久 都不會漲的問題 我直接舉例給大家聽 那關於說第二季 更多的標股 包含像是材料 金像電 那或是像是昨天 又創高的四星跟加登 這些我都有在我的 賴好友裡面 去做公開的分享 大家可以直接加入去看 或是說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可以直接 在裡面去做詢問 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裡面都會有賺錢的機會 那或是說 直接打電話進來都可以 好 那回到重點 大盤沒問題 我們就是以個股為重 那你去看 為什麼會一直強調說 產業加數字 這個東西是缺一不可 我給大家看2368的金像電 2368的金像電 昨天 大漲到了106元 很漂亮嘛 106元 從90到106 很輕鬆 漲幅15% 15%以上 又賺了接近是 20%左右 金像電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在90元以下 它絕對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那你去想 金像電的基本面 沒有任何的改變 它今年就是要賺9到10塊錢 那為什麼 第一季的季出不漲 一直到3月中旬 第一季的季底才開始漲 那你再去想一個問題 大家的資金都只有一套 你要買在這個位置 還是買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 你買在這裡1月份 你到昨天一樣會賺錢 你買在第一季的季底 昨天一樣會賺錢 問題是這個時間差就差很久了 你買在1月份 你要等足足一個季度 那你買在3月份的月底 你只需要等兩個禮拜 就可以輕鬆賺到了15到20%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問題 大家的資金都只有一套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把資金的使用率 發揮到最大 這才是重點 那你說為什麼我會知道 2368的金像電 它要在3月底去買 而不是買在1月份 我明明就知道說 金像電它是一間好公司便宜的股票 但是我不會在1月份就買 就是說你如果說 單純只有掌握到金像電它的數字 你會知道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不到90元的股價 都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但是如果你沒有掌握到它的產業 你太早買 一樣是抱不住 那為什麼會在3月底去買 邏輯很簡單 因為PCB 金像電它是做PCB的 它主要是網通跟伺服器的PCB 那網通跟伺服器的PCB 應該說整體的PCB族群 整體的PCB族群它的正常的庫存天數 大約是落在25天左右 大約是落在25天 好 那應該是落在60天 60天左右 那整個PCB在第一季 它的庫存天數是高達了將近是80天左右 大約是75到80天 那一直到第二季 PCB它的庫存天數才會降到 接近60或是說60以下 那才會大概是接近一個比較合理的正常庫存天數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它的庫存是降到正常的水位 降到正常的水位營收才開得出來 所以如果說我們明明就知道說 這是一間好公司 但是因為在第一季營收開不出來 我們也不用急著去買 一定是說等到即將進入第二季 庫存要消耗完畢 我們再去做切入 所以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就不會在第一季去進場 你就會知道 這是一檔好公司 PCB這個族群我們要在 第一季的季底再去做切入 這是最有效率的一個時間點 那是不是真的就像我們講的 不然你去看 為什麼 這個數字我們在年初就講過了 9到10塊錢 那為什麼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不到90元確定都是便宜的價位 為什麼整個第一季都不漲 真的都不漲 完全不會動 為什麼一直到了第一季的季底 它才開始大漲 邏輯就在於它的產業庫存 產業庫存要進入到第二季 才會回復到正常的水位 那當然就是第二季的季初 才會開始提前反應 這就是產業 你了解到了產業 掌握到了產業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去做什麼族群 那當你知道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去做什麼族群 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問題 就不會再出現 就像剛剛所講的 我買的這檔明明就是好公司 好股票為什麼不會漲 因為你的買點就錯了 這個買點是產業淡忘記的買點 而你說街巷店是不是好公司 它是好公司 但是你在去年的年底買 沒有意義 這個一等就是等到三四個月 你錯過的標股反而還更多 所以這就是產業的重要性 了解了產業你會知道 現在要去買什麼 當你了解到了現在要去買什麼 我們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資金的使用率 那這也是我最擅長的 產業加數字 是不是 所以像是3653的建設也是 建設也是很標準 建設在三月底買 昨天又創高 我們之前有講過 昨天又創高最高來到了508 這一段400以下買 很輕鬆20到25%的獲利幅度 足足20% 兩個禮拜的時間 足足20到25%的獲利幅度 那你去看 建設也是一檔很典型的股票 來這裡 它今年的數字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就是說你如果單純只有掌握到數字 你會知道建設它今年要賺20元以上 20元的EPS以上 那因為說它是做伺服器的均熱片 又加上建設是散熱的龍頭 給個20倍的本益比絕對是合理 所以20倍的本益比 搭配上20元以上的EPS 我可以確定說400元以下的建設 都是便宜的價位 問題來了 400元以下的建設都便宜 但是如果說你太早買 也沒有意義 假設說你在1月份買 你絕對報不到現在 你絕對等不了一個季度 那它也會大幅度的 降低資金的使用效率 所以你看 為什麼 基本面沒有改變 全年的數字也沒有改變 1月份不漲 2月份不漲 3月份不漲 一直到3月份的月底 才開始往上拉 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數字沒有變 一樣是做伺服器的均熱片 這一段都不漲 一直到這裡它才要漲 這就是一個產業的掌握 所以你去看 建設它也是做散熱 散熱這個東西它跟PCB一樣 要進入到第二季 庫存才會消化到一個比較正常的水位 當庫存消化到一個比較正常的水位 它的營收才開得出來 營收開得出來才會有法人的買盤進去 是不是 所以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像是金像電或是說建設 這種股票我們就不用急著去進場 而是說等到第一季快要結束 3月中旬 3月下旬 我們再進去做切入 不就很輕鬆 這個位置一買 很快就賺到20到25%的活力 20到25%的活力 15到20%的活力 很輕鬆 所以這就是產業的重要性 如果掌握了產業 你就不會有這種問題說 為什麼 這明明是一間好公司 我買進去之後卻不會漲不會動 因為買了時機點不對 所以 這就像我一直在強調的 大家很多上操作上面的問題 真的是掌握產業 掌握了數字 至少可以解決90%以上的 疑難紮症 你就可以穩穩的輕鬆賺 所以這也是我最擅長的 掌握產業加數字 帶大家買進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包含像是被動元件也是 被動元件的像是 這個國劇 華興科 或者說新倉電 凱美 它的漲勢也是在這幾天才開始發動 那你說為什麼 一樣是它產業的問題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在這個時間點 屬於第二季的標股跟主流產業 很多都還沒有發動 把握這個時間點 尤其是CPI公佈之前 一定要把握這種亮縮觀望的買點 等一下利用廣告時間 先打電話進來卡位 如果說手上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Lite 直接去做詢問 小老鼠WE178 WE178 我們先進入廣告 好 所以其實在操作上 所有的以南雜證 真的是只要透過產業 透過說未來的預估數字 至少九成以上的問題 全部都會解決掉 那就像很多人在問的 很多人說 那我掌握產業還不夠 或是說我掌握的數字還不夠嗎 當然是不夠 應該說會不完整 就像我講的嘛 你說 當你掌握到一間公司 它的未來的預估獲利 像是3653的建設 2368的金像電 當你掌握到這些股票 它的數字 你會知道 90元以下的金像電 很便宜 400元以下的建設很便宜 重點來了 你在第一季 你在年初買 跟第一季的季底買 有沒有差 絕對是有差的 你說 你這樣把資金放在 裡面放一個季度 你會少賺到像我們第一季的 紅寶 大漲50%的紅寶 要勝 甚至說世新 先進光 這些小型標股都會錯過 這就是我在強調的嘛 我知道大家的資金都只有一套 不論說你是小資也好 大資也好 大家都只有一套 所以我很知道大家要的是什麼 就是說 等待的週期不要到太長 那漲幅也要夠大 那這些東西靠產業家數字 通通都可以解決到 所以你看 3653的建設也是 很輕鬆20到25% 2368金像電 很輕鬆15到20% 那你去看 就像是說 我在第一季 我從來沒有告訴大家 要去買所謂的消費性電子 包含PC 包含被動元件 包含PA 功率放大器 尤其是在第一季 第一季我是 蠻看不好PA族群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庫存 沒辦法消化乾淨 在短期內 但是一直到即將進入到第二季 然後發現說它庫存天數慢慢回歸到一個常態 那就告訴大家 在第一季的季底 還沒進入到第二季 大約是3月下旬 就特別強調 PA族群要去做留意 被動元件要去做留意 那還有最典型的消費性電子 面板驅動IC 敦泰天域聯用 那你去看 哪一檔沒有漲 我帶大家看 這些消費性電子 都是我們在第一季的季底 公開告訴大家 每一檔都漲 來你去看 先看被動元件好了 2327的國具 有沒有 這一段 它其實也是開始有漲勢出來 2492的華星科 更標準嘛 進入到了第二季 沒多久 就噴兩根藏紅 是不是 那你去看 它其實在第一季 也是疲弱了一整段時間 那包含像是 2455的全新 很標準的PA族群 最漂亮的漲勢也是這個位置 從3月中旬過後 即將進入第二季 這一段 很漂亮嘛 那包含像是8086的宏傑科 宏傑科也是我在第一季 看很不好的一檔股票 第一是股價太貴 第二是庫存又太高 但是你去看 第一季都不動 那從第一季即將進入到第二季 就馬上大漲 昨天又在創高 是不是跟我們講的 幾乎是一模一樣 3545的敦泰 敦泰也是啊 從3月中旬開始 漲勢就特別的強 這就是所謂的庫存消化 3034的聯用 有沒有 也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第一季過完之後 這一段往上拉 不是說第一季完全都不會漲 而是說第一季 不會是它最甜的一段 既然說不是最甜的一段 我們就可以先去做其他的 中小型電子股嘛 所以你了解到這樣的邏輯 你就會知道 產業的重要到底在哪裡 可以讓你說 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要去做什麼 像是被動元件 以被動元件來講 被動元件它的正常的 庫存的周轉天數是140天左右 大約是100 更正一下 被動元件正常的庫存周轉天數 大約是120 100到120天左右 那100到120天 這算是一個正常的水準 但是被動元件在第一季 它的庫存天數是高達了140天以上 那就代表說它還有一大堆庫存 還沒消化完畢 那到了第二季 它才開始慢慢降低到 120天到125天 接近比較正常的水準 那當你了解到這樣子的邏輯 這樣子的庫存狀況 你就要知道 被動元件是好股票 但是第一季不要去碰 因為你買了它也不會漲 所以一定是說 進入到第二季 我們再去買 不就很輕鬆 賺到了華星科 是不是 所以這就解決大家 最常遇到的問題了 我買的股票為什麼不會漲 因為就是買的時機不對 那如果說單純只有掌握到產業 沒有掌握到一間公司的數字 會發生什麼事 你絕對就賺不到 大漲了接近50%的材料 你去看 4763的材料 4763的材料 如果說你單純只有掌握到產業 絕對還不夠 你說好 材料是一間好公司 它是全球煙草失速的供應商 它是標準的寡占接近獨占 你知道它是一間好公司 它是獨占的公司 但是如果你沒有掌握到 28到30元這樣的數字 請問不到300元的股價 是貴還是便宜 就沒有一個 具體的邏輯 你說材料是好公司 什麼價位是便宜 不知道 你不會有一個具體的概念 但是如果說你知道材料 它在今年要賺28到30元 不到300元的股價 本益比不到10倍 一間接近獨占的公司 本益比不到10倍能看嗎 這就不合理了 當你瞭解到這樣的數字 你就要清楚知道 跌破300元 這就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 天上掉下來的錢 所以當時我們也是公開講 便宜的買點 跌破300元 是不是 你去看 如果你沒有掌握到這個數字 這種形態你不可能去買 這是什麼形態 頭部 這就像做一個M頭 這就是教科書上面的M頭 M頭怎麼會去買 但是你要回過頭來看 這裡就是一個最漂亮的買點 不誇張吧 什麼時候不講 就這個位置去跟你講 這裡就是相對的低點 350元 364 4月7號400元 4月10號439元 一直到昨天4月11號 開低走高 相對都還是強勢 不到300 一路到439 漲幅足足已經超過了45%以上 這就是數字 所以你去想這個邏輯 掌握數字你會知道 個股它在什麼樣的價位是便宜 什麼樣的價位是貴 掌握產業你會知道 什麼時機點要去做切入 那你把它綜合起來 買賣股票賺錢 還會有什麼問題 不會了吧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價值 掌握產業加數字 帶你買進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那也可以幫你整體的操作 變成說非常的具體化 所以把握今天CPI公佈之前的一天 這就是最好的布局時機點 手上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直接利用盤中時間 打電話進來或視訊我的Lite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